大家好我是小欣 我是小方 大家看到我们面前的葫芦吗 这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 这些葫芦 你以为我们今天要做葫芦吗 不是的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任务 就是召唤葫芦娃 传说集齐七个葫芦可以召唤葫芦娃 我今天倒要试一下 看到底行不行 葫芦娃现身吧 葫芦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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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根坛香气朵花 犯罪一大都不怕 啦啦啦啦 咦怎么没有反应呢 好吧今天其实我们就只是做葫芦而已 屏幕 还在是不二 Infrastruktur 有话题 来画题 你 Надо洗iberal 這個口比較小 不怎麼好挖 所以要找個小一點的鐵絲之類的東西 放在湯裡 dribb汁 牛油 脂身 原生 鑼 切成 蒸泵 加上水 混成 好了咱们的酒壶就做好了 现在只是初步做一下 还可以在外面上一层光亮的漆 更好看 或者是雕刻一点花纹之类的 我现在用它来做一个 以前农村家里经常用的东西 你们可以��咱们洗掉 谢谢 天我们要为火里面被打过 昨天 开始 又是不是 送一下 超温柏 到地方 τ 这个以前很多农村人都用这个来做那个水瓢打水的 也可以用来装什么东西 还有这种圆形的 它可以做成这样的 我们喜欢用这个来装糯米什么之类的 放鸡蛋都可以 我们就做了这三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点击下方的关注按钮 回来收看最新视频 什么有什么你还想要这个东西 这是去年种的质量不怎么好 明年我们单独种一块地 用来送粉丝 这下你满意了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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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